我刚刚讲的一个很白痴 阴道猴子 欢迎收听 夫妻纯聊天之日文请敬小剧场 我是关豪 我是丽萍 哈喽 哇今天星期六我们录音 我感到非常的愉快 为什么 因为你放假 你放假 你礼拜六怎么会放假呢 以前真的很难放假 以前我们一个月只有四天假 哇真的是 我也终于放假了 因为老娘昨天终于结束了 这整个暑假最后一堂才一般的课 游泳课 真的哦 哦真的是妖兽 累 这个暑假 辛苦了 真的是非常的让人 算是我人生中 就是陪伴孩子的第一个暑假吧 就是小一生小二这样子 然后这期间 我也是经历了相当多事情 我真的很想要卡藏不在家 那终于豆藏今天在家了 我们可以录音了 我没有消失十三年了 哦拜托不要 真的 好那我们今天要继续谈豆藏不在家的夏集嘛 他的日文原名叫做 布朗尔克基斯桑 布朗尔克我们上次有提到 就是空白的意思 基斯桑就是十三 他就指说一个爸爸 他就是离家了十三年 那我就简单讲一下他的剧情 就是说一个好赌成性的男人 叫做Masato 就是Matsuta Masato 松田亚人 他是Lily Frankie饰演的 那为了躲债呢 一走了之 然后就留太太一个人啊 把这个孩子养大 当时都是什么未成年的嘛 嗯 那十三年之后呢 这一家人再度有他的消息呢 就是只剩下三个月的寿命 就是他已经得胃癌 已经默契了这样子 那太太呢 跟这两个儿子 对这个爸爸是又爱又恨 几乎是没有什么好感啦 可是呢 在这个爸爸过世之后呢 在桑里上 虽然说整个桑里 是只有小猫两三只啊 可是呢 与会的宾客 说出了很多 对这个Masato 很多有趣又搞笑的回忆 让这个齐藤公 就是我们上次有提到 这一个导演本身呢 听了这个真实故事 想要把这个故事给拍成电影 嗯 对 感觉真的蛮像真实故事 他真的是非常的平实嘛 那我们上次有提到说 这个故事的原型主角呢 叫做乔本性质 是齐藤公以前呢 在主持搞笑节目的时候 认识的那个节目编剧 就是乔本性质 所以说这个性质 阔籍 跟这个电影里面这个阔籍 高桥医生饰演的阔籍 就是同样的名字 哦 原来如此 对 那现实生活里面呢 这个乔本性质 的爸爸就跟电影里面一样啦 就是赌博啊 欠债啊 离家出走啊 那也是消失13年这样子 可是一出现呢 就是得了癌症 不久于人世 这样 我上次有提到说 他好像直接就是 丧礼 不是 他就是 也是跟电影一样 就是说 好已经得病啦 然后快要死掉啦 这样子 那乔本性质呢 在宣传电影的时候 就有受访 他就说 当时他知道爸爸的消息啊 内心是非常难受的 就是 因为从小 就是也不是说 完全跟爸爸是完全没有美好回忆的嘛 但是 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他也是很百感交集 然后也整理不出一个头绪 感到非常的复杂 然后呢 他就想说 在临终之前 他也是只去看他爸爸两次而已 然后 那两次都非常的抗拒 甚至是第二次去了之后 不敢再去了 因为他没有办法再面对 或是接受自己的心情 嗯 所以 当他后来就是 呃 办了爸爸的丧礼啊 看到 哦原来有这么多不熟悉的人 跟亲戚聚集啊 大家开始聊爸爸以前发生的趣事啊 然后他才发现说 哦原来爸爸有很多很有趣的面向 甚至呢 哦他我觉得这个我不行哦 他说 这个爸爸只要有钱 就会到处发零用钱 我不行 哦 烂好的 对对对 或者是 嗯 对啊 自己都顾不了了 对啊 然后他就想说 没有那个屁股 还吃那个蟹药 对对对 三道猴子 哦 真的 我觉得还蛮想要聊这个主题 三道猴子 一个话题 嗯 对一个 其实我没有看完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知道那个耶啊 我受不了他的 就是 话没有任何感情 哎 可是 听说就是 你放一点五倍 或是两倍速度 很快把它看完 你会很有 很有感这样 但因为我已经知道 故事剧情 因为我就是因为受不了 他的那个整个 制作的水准 所以说我就是 直接去看懒人包 哦 就 我 我肯定他的编剧 嗯嗯嗯 对但是因为动画 我是 太被攻击去 那种 惯坏 我的品味 你不要用那个去比较 好不好 我当然知道啦 那个是 就是他自己的 一种创作风格 对对 他也是故意要这样子的 就是用那种就是 AI的声音 嗯嗯嗯嗯嗯 但是会觉得没办法融入剧情 哦 因为那个感情 你干嘛融入呢 你就直接看他 就是这一生有多么的荒谬就好啦 没有啦 因为其实我已经大概知道剧情了 他也是觉得说 也还蛮有反思的 因为我觉得真的就是他 可以说是活该 嗯 就是 但是其实坦白说 我以前也曾经 对啊 有点类似活该 老娘一直想到你 你知道吗 对啊 就是你也曾经想说 可能是 没有钱还在花钱 就是你心里面有一股自卑感 就是 我觉得我应该要有很多很多的CD 才是一个专业的音乐人 对 因为类似这样 对对对 但是 其实后来我仔细想想看 我觉得 都是自己的选择 对 就是你选择当什么样的人 嗯 对啊 可是 你又不能够真的变成那样的人 你就只能用一些 有的没的去堆叠啊 去武装啊 然后可是其实你并没有那样真正的实力这样子 对其实你刚才说的自卑 我觉得应该也是有 就是因为我的自卑 你说你是不是 对应该只是 是源于说我 其实根本就不喜欢 那样子的 没办法很自由自在做自己的那一个环境吧 就是好像逼自己是接受我那样子的 我那样子的薪水 我那样子的生活 对啊 什么 我现在好像听到了一个从来没有听过的事 有啊有啊 你知道我刚刚在上节目之前有看那个木曜寺 嗯嗯 那个木曜寺 那个叫什么 反正就是那个 对就是那个节目 对对对对 嗯 他们那个制作团队机体离职 哦对啊我知道 对 因为就是他们觉得薪水太少 哦 对真的很少 然后我看到的时候觉得 哎 那就跟我之前差不多 多少 嗯 像摄影师的话 最多到四万 然后 大部分 他们要上山下海这样子 对 剪辑人员那些差不多就是 就是三万到四万左右 反正就是都是在那个区间 但是你想想看那些制作的人 很多都是北漂的 嗯 年轻人 在台北 嗯 不觉得这个薪水很可憐 很难过日子啊 对啊 嗯 但是还是必须要讲说 因为他们是电视的那个从业人员 嗯 感觉其实这个薪水 是很低嘛 但是其实以前我们广播来讲 也差不多是三万左右 嗯 嗯 那也是你说低吗 可是以这个产业来说 好像也不算是超低 对 其实是还蛮 你说在产业里面算是平均值 对对对 可是在整个世界还有这个通膨要算下去 就是非常低啊 对啊对啊 所以说如果是你十年前这个薪水 我觉得还可以 可是你到十年后 整个通膨都涨上来 但是你的薪水没有往上加的话 好其实真的有加啦 有加几千块的话也是太少 嗯 反正 诶我怎么会讲到这里 反正就是 但是我 我不会 完全不会怨恨以前的公司 因为我觉得公司就是公司 公司它有它自己的人事的一些规范 我觉得它也不是故意想要这样子 就是 但是这个是整个大环境的问题 所以呢 我觉得 但是我那时候可能觉得很闷 可是我就 就是只好一直用小缺心满足自己 然后认为自己 好像是我的苦有一个抒发管道 好 但是我觉得 嗯 回归到自己 那我的抒发管道呢 对 我觉得就是 后来我觉醒之后 我就觉得 诶那我应该可以创造更高的薪水 嗯 就是这个念头让我离开嘛 嗯 对 然后就走到现在 当然我现在的薪水也还没有很高 但是 我觉得就是一个 追求一个自由 没有天花板的一个生活 不管成败 那是我选择 对 而且我也不会因为 现在我真的比较不会就是 觉得很闷 所以我就一直狂买东西 对 我已经过了那个时期 对 对 对啊 但是 这个三道猴子 它是选择用 就是飙车 或者是一直改装车子 对 我觉得那个坑更大 而且又更危险 对 它是有生命危险的 然后我 我听音乐什么的 其实比较不是有生命危险 而且我还可以把它卖掉 可是你耳朵有危险 你真的听很大声耶 而且你的夫妻关系很有危险 真的 对啊 所以 嗯 就是 我叫什么 那个 我刚才讲的一个 很白痴 音道猴子 音乐的音 我要剪这个当预告 没想到这么快就出现了 音道 我本来 我本来很想说是音乐猴子 还觉得蛮可爱的 因为要跟三道猴子 致敬啊 就是要跟他有一点关联 Oh my god 太好笑了 对啊 因为我 我现在离题一下 就是 我当时就是一直 很不满于你的薪资水平 然后 我更不满就是 你明明就这样的水平 你还这样子花钱 嗯 可是真的就是新音性的问题 我真的是超级 超级想要离婚的 然后再加上 当你跟我谈成 你那时候就是有负债的时候 然后我虽然就是表面上 非常的平静 还帮你还钱什么的 然后当然你后来 全部都还我